赵丽颖与冯绍峰这一对非恒情侣又被拍到了,报道不但说两人谈恋爱,一同回冯绍峰的公寓过夜,还提及赵丽颖怀孕,虽然图片比较模糊,但还是能够看到赵丽颖的腹部有情况。 这段时间赵丽颖一直在休息,没有接心戏,一开始是说她健康出现问题,但赵丽颖坚决否认,现在有了新的传言,怀孕三个月,新闻出来之后,赵丽颖的工作室否认怀孕,但没有否认恋情,此举让吃瓜群众十分感兴趣,认为工作室是间接承认了赵丽颖与冯绍峰的恋情,不过,赵丽颖的粉丝不同意, 他们提出了新观点,觉得狗仔对偷胎的并不是赵丽颖,而是冯绍峰与她的女助理。 他们通过对比赵丽颖跟冯绍峰助理的身高以及耳朵,得出结论,媒体独自拍到赵丽颖先生冯绍峰车库,其实那个人都是助理,只冯绍峰有炒作嫌疑。 事实上,粉丝使用的赵丽颖冯绍峰合照,并没有代表性,两人和赵丽颖都没有站直。 另外冯绍峰的写字也有猫腻,两人拍摄之否时流出路透,当时赵丽颖穿的也是平底鞋,但身高却到了冯绍峰的眉毛位置。 在一些公开的活动,两人的身高差也不大,基本与狗带对拍到的合照相似,粉丝给出的证据不够硬。 另外,关于赵丽颖怀孕,工作室否认之后,一次主委在朋友圈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他的意思是,赵丽颖怀孕其实不是三个月,而是不足三个月,所以低调处理。 工作室否认,是为了保护胎儿,到底赵丽颖有没有怀孕呢? 她自己发了微博一次否认,但态度很暧昧,她的所谓品查太小儿科,而且怎么不让大家看看正面? 粉丝为偶像否认恋爱之后,又继续否认怀孕,证据如下,粉丝认为,赵丽颖虽然一直在休息,但没有停止拍摄广告,而这些广告在近月全部都播出了。 六月时候,赵丽颖跟朋友一起吃冰棍,不像怀孕,七月的时候,赵丽颖超高跟鞋拍杂志,也不像怀孕,她拍的那些广告,不断跑跟跳,还要打滚,要是怀孕了,她还会做这些动作吗? 最重要的是,广告截图显示,赵丽颖的腹部很平坦,不过,录动是,这些广告跟杂志基本都在七月之前拍摄完毕,赵丽颖发布的微博可以作证,赵丽颖那么瘦,即使拍广告时刚刚怀孕了,也看不出来。 还有,拍摄广告,一些危险的动作可以紧替身不是吗? 至于赵兵跟穿高跟鞋,第一没人确定赵丽颖是否真实,即使吃了又怎样呢? 第二,女明星怀孕基本都穿高跟鞋,赵丽颖还挺着大肚子,在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呢? 而且,这段时间赵丽颖都没有露面,没人见到她穿紧身衣的模样,反而,七月四日,赵丽颖秘密从北京飞往上海,行踪低调,但被网友拍到了,是她粉丝发出来的视频。 当时,赵丽颖穿着短裤,戴着白色帽子,留意她的衣服,都是松身款,成功遮掩身材,虽然距离太远看不清楚她的腹部,但粉丝说她吃冰代表没有怀孕,那穿还松衣服是不是也可以证明是怀孕了? 多说无益,时间可以证明一切,8月15日,赵丽颖将出席见面会,到时候看看她本人怎么回应吧。 DM的脸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